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大家好,欢迎收看女足点匠录,我是花子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代女足最强的前锋哈姆 国际足联在1990年代开始推动女子足球发展 美国在当时已经是世界最顶尖的球队 因此当年的名将直到今天仍然被球迷所称许 曾经是国际赛史上进球最多的球员米亚哈姆 当然是其中之一 米亚哈姆曾经在国际赛射进158球 是男女子国际赛进球最多的球员 直到2013年才被后辈瓦巴赫超越 不过原来米亚哈姆生来便是内藩族 在海提时代要穿上矫正鞋才可以步行 由于家人热衷参与运动 所以米亚哈姆在5岁的时候便加入足球队 从此踏上传奇前锋之路 由于球技太过出众 所以她在15岁的时候便入选美国女子队 成为美国女子队史上最年轻的上场球员 4年后她代表美国出战首届女子世界杯决赛圈 当年只有19岁 是队内最年轻的球员 结果她在分足赛进了两球 协助美国夺得冠军 后来在1996年奥运协助美国夺得女足项目金牌 也是美国在1999年世界杯再夺冠军的功臣 到了2000年代 仍然是美国女子队的主力前锋 在2004年7月21日 更在澳洲身上取得第158个国际赛进球 从而成为记录保持者 同年更再次为美国奪得女足奥运金牌 并成为美国奥运队的闭幕典礼持起手 替完2004年奥运后 决定跟当时还为美国征战的 其余4名1991年首届世界杯冠军队成员一起退役 他们先在下半年到访美国各地 参与10场告别之旅比赛之后才正式退役 当年她只有32岁 虽然米亚哈姆不再是足球人 不过也没有离开足坛 由于她在女足建立了传奇球星的地位 所以退役的工作更多涉及男足世界 她成为巴塞隆纳的球会大使 并于2012年获美国足联委任为评审 负责协助寻找国家队主帅的替代人选 到了2014年 更成为美职联球队洛杉矶FC的其中一名老板 同年亦获一甲球会 罗马委任为董事会成员 影响力远超球员时代 凌晨 出北 达 领 文字